就在昨天,肖敬腾亲口承认了自己与经纪人邻友会的恋情。 最新一期的花花万物上,小S问肖敬腾,你的女朋友就是你的经纪人吧? 肖敬腾犹豫了一会儿,回答说,希望有一天可以自己来公开这段关系,而不是被别人提问。 这句回答也间接说明,肖敬腾确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和经纪人谈了恋爱。 消息一出,网友也在评论区祝福他们。 虽然肖敬腾的经纪人邻友会比他大了14岁,但看得出来,肖敬腾很喜欢邻友会,每次提及邻友会都是满脸的甜蜜。 那么,这位经纪人究竟有何魅力呢? 这要从肖敬腾以前的经历说起。 肖敬腾在童年时就是大家眼里的坏小孩,抽烟,翘课,打家斗殴,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但也因为一次打架,让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折。 肖敬腾在法庭判处强制管束所接受了一年的教育。 在那里,他遇到一位老师,老师看到肖敬腾的音乐天赋,不想让这么好的苗子被埋没, 便对他说,你打鼓那么好,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 把打架的力气用在音乐上,说不定会有成绩的。 被指点的肖敬腾豁然开朗,从此他便走上音乐之路, 并在二十岁那年,凭借世界唯一的你一战成名。 肖敬腾后来的事业发展也十分顺利,拿了不少奖项, 但也因为人气太高,他的生活一度被狂热粉丝骚扰。 不仅半夜狂按门铃送煲汤,还给唱片公司寄虫子, 造谣自己跟肖敬腾有一夜情。 那个时候,肖敬腾的事业和生活一度陷入黑暗。 那时二十出头,没多少社会经验的肖敬腾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他以为自己的音乐生涯要就此停止的时候, 林友会出来把他护在身后,保护了他。 经纪公司与粉丝打官司,林友会则一直在肖敬腾身边陪伴他。 虽然当时陪在肖敬腾身边适应公司要求, 但林友会带身边人从来都是真心相待。 即使现在的肖敬腾事业重回巅峰, 他也一直默默守在肖敬腾身边, 不消费肖敬腾过去的事给自己带来关注度和话题。 林友会本本分分地做好了自己经纪人的工作, 不给艺人添麻烦, 尽一切努力让他的心图更顺利, 这种默默无闻,不需要被人看见的陪伴, 或许正是让肖敬腾动心的原因所在。 所有人都看到他光环满身, 但当灯光暗去,掌声不在,还在身后等他,陪伴他的,还是林友会。 他的心酸,他的眼泪,他曾经的茫然无助,林友会懂, 对肖敬腾而言,那就够了。 肖敬腾参加综艺节目时,就曾曝光过自己的八层豪宅。 这栋上下八层的豪宅别墅是肖敬腾在2017年购买的, 价格大约为2000万,也有说实际上更高。 因为肖敬腾的这栋豪宅是自己一人住, 除此之外,还有六只狗和四只猫陪伴着他, 所以,这栋豪宅被媒体戏谑为单身豪宅。 这栋豪宅有前后院,还有独立的音乐室、演奏厅、书房, 以及手办公仔收藏间,还有画廊,以及单独的篮球室, 可以说肖敬腾在环境设施上所想要的一切, 都在这栋别墅当中实现了, 他在家里就能打高尔夫和篮球。 2019年,在肖敬腾生日当天, 他的女儿送出礼物并与他亲密合影。 肖敬腾的女儿叫欣欣, 但他其实并不是肖敬腾亲生的, 而是林希磊和杨晨的孩子。 虽然不是亲生的, 但是肖敬腾对欣欣的心意, 真是比亲生的差不了多少。 当初因为一次机缘巧合, 怕生的欣欣对肖敬腾十分亲近, 于是林希磊就提议说, 让肖敬腾认他女儿做干女儿, 肖敬腾当时没同意, 考虑了一个星期后才同意。 认了这个干女儿之后, 肖敬腾真是没少疼他。 除了与干女儿的妇女情, 肖敬腾长久以来的恋情也是备受瞩目。 肖敬腾和传了13年, 绯闻的经纪人Summer林友慧, 被镜周刊爆出, 已经秘密筹备求婚行动, 甚至公开了玫瑰花的求婚道具照。 虽然有人解释, 这只是为了拍MV用的道具, 但肖敬腾和Summer之间超越同事与家人的感情, 的确是让外界看得扑朔迷离, 也再度引起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这次的求婚爆料, 让我们不禁想到肖敬腾登上陆宗花花万物2, 当时主持人直求逼问老肖, 你女朋友就是你的经纪人对不对? 结果她一时语色, 没有反驳, 就只有补充, 不好说。 我希望这件事是有一天我自己主动想要告诉大家, 而不是被问了才回答。 被大家认为等于是默认了这段恋情。 加上在肖敬腾33岁生日时, Summer就特别在她的IG留言生日快乐并附上一颗爱心, 却得到肖敬腾以63个爱心符号的专宠回复, 感觉关系就很暧昧啊。 但其实大多数的粉丝都对肖敬腾和Summer的恋情乐观齐成。 出道13年的歌王肖敬腾, 在乐坛的成绩有目共睹, 2007年在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踢馆而一息爆红, 屏住独有的声线及音乐造诣成为华语流行乐坛的佼佼者。 肖敬腾有今天的成就, 背后绝对要感谢他身边这位重要的女人、经纪人Summer。 事业得意的肖敬腾在感情世界却很冷清, 除了刚出道时透露过有一位比他大四岁的女友, 之后就只传过和大13岁的经纪人Summer的绯闻, 两人一起携手经历了不少风雨波折, 当中的细节令人感动。 2017年初,老肖带领狮子合唱团参加大陆节目歌手, 屏住一首《你是我最爱的人》夺下第一名, 唱完歌,他第一件事就是马上跑到台下和Summer拥抱。 其实他演唱时,台下的Summer早就感动得眼泛泪光, 但肖敬腾向他走过来, 似乎想跟他来个当众拥抱的时候, 他却闪躲了。 曾表示自己喜欢很单纯, 很爱一个人的感觉的肖敬腾, 曾接受访问谈到感情事, 记者当时问,有可能爱上Summer吗? 他一改以往对此是含糊的回应, 直接了当表示,我很喜欢他。 肖敬腾这样形容和经纪人Summer的关系 不仅是工作伙伴, 更像家人、朋友, 再多一点点感觉。 毕竟是积累了13年的感情, 而且从一起步就互有好感, 互相欣赏。 那年,肖敬腾在超级星光大道中脱颖而出, 钢字组公司的Summer希望跟他合作。 肖敬腾也很欣赏他的真诚, 可是却糊里糊涂签给了别人。 因为签约过程出了很多问题, 肖敬腾的爸爸对Summer一直抱住怀疑, 在大局未定之前, 肖敬腾也因此心情烦乱, 跑去找Summer诉苦。 Summer就天天去找肖爸爸聊天, 以诚恳和耐心的态度最终把老人家打动, 正式成为肖敬腾的经纪人之后, Summer对他的照顾自然有增无减。 刚入行不久的肖敬腾很害羞, 演出时常常看到现场站满记者和观众就怕得要命, 因为承受不了压力, 曾经想过半途放弃。 幸好Summer总是守护在他身边, 他录影的时候就站在摄影机镜头后面用眼神给他鼓励, 他接受访问不懂回答, 他就教他直接说不知道, 真诚有礼貌就好, 乐坛新人就在这避风港中渐渐成长。 肖敬腾在成名以后, 要面对的风雨也真的不少。 先是被日籍女歌迷骚扰, 继而又接到恐吓信, 甚至差点被颇奋攻击。 这一切的阴霾, Summer都奋不顾身走在前头为他挡下。 Summer在日籍歌迷的事件上也很惨, 被对方以恶毒来形容, 还引发网友对他的攻击, 但Summer始终冷静地跟对方隔空理论。 Summer是肖敬腾的守护天使, 也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有他在, 他就觉得安心, 轻松又自在, 因此多年来, 二人总是形影不离, 去朋友的婚宴, 到医院探访, 都像情侣一般黏住对方。 二人外出工作, 还会在飞机上头靠头睡觉。 当年, 骚扰肖敬腾的日籍歌迷为了亲近他, 买下与他毗邻的房子, 甚至会按门铃送汤。 对肖敬腾造成极大困扰, 肖敬腾因此搬家和Summer住在同一区, 方便互相照应。 曾被父亲骂是废物的肖敬腾, 在Summer的守护下脱胎换骨, 省化王也当起金曲奖主持, 面对镜头或大场面也丝毫不羞怯。 如今他不仅买得起超级豪宅, 也有心爱名车代步, 在台湾和内地都拥有超高人气。 但对肖敬腾来说, 这个守护了他13年的女人, 是否终于能等到被守护的一天呢? 肖敬腾如今已经30多岁了, 但是依旧单身, 独自一人。 希望肖敬腾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爱情, 也希望肖敬腾在音乐方面能够更上一层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